好来看到新北市板桥区的江翠国中校舍 最近完成改建工程 总共投入3亿元的经费 历经5年时间 而崭新的校舍不仅提供 制造教育中心的空间 其中副社幼儿园更可以容纳 7个班级大约200多名幼儿来就读 来 谢谢大家 那前面就是我们的水卧钱 小小朋友同言同语 开心拉着市长参观 刚刚才改建完成的新校舍 市长后宜也跟着孩子们 一起动手做劳作 江翠国中校舍改建 其中最大亮点就是幼儿园教学大楼 独动建造的幼儿园 户外空间设计分为同乐休憩区 药动游乐区以及活力互动区 希望能够打造专属孩童成长的环境 我们对幼儿的教育 我们不断的提升 所以在这一段时间 三年多来 我们的公共化的幼儿园 增搬了183班 准公共化的幼儿园也增加了821班 加一加超过一千班 我们永远要继续努力 提升我们的幼儿园 让家长们的需求都能够满足 兴建教学大楼除了一般国中教室 也提供制造教育中心的空间 包括城市设计 开发桌游 雷雕以及机器人教室等等 大楼还特别装置了太阳能板落实环境教育 新北市长侯友宜说 全新北市四年时间投入了200亿元 来优化各个学校的环境 新北市四年投入200亿元优化教育环境 江翠国中花了三亿 让教学大楼 自立厨房以及幼儿大楼 能够顺利完成整个校舍的一个整件 江翠国中的整个大楼改建以后 国中生又有幼儿园的班 这样和大楼签小楼一起在我们的江翠国中 共同生活 新北市从108年开始优化各校的教学环境 包含了校舍补强 新设学校以及老旧校舍诊建 借此来打造优质的全灵学习环境